持续7个月对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的种族屠杀 以色列占领军近日发布轰炸巴勒斯坦加沙清真寺的视频 并且再次取消了对加沙居民的援助 以色列人还烧毁了他们拦截的救助员卡车 该卡车正前往加沙向被以色列封锁的加沙居民分发援助物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